早安现场 您现在所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早安台湾 我是张婉如 我是谢嘉欣 现在时间台北早上的7点12分47秒 在今天一大早 我们首先一个新闻焦点 当然也就是在昨天的第一场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了 我相信很多台湾的民众 甚至我们在网路上有些大陆的听众朋友 也都关注到总统辩论会了 也做了非常多听众朋友自己的讨论 所以我们在今天新闻焦点 就要请到学者专家来跟我们平息 在昨天第一场的辩论会 我们到底看到了些什么 或者是之后可以持续来观察的 是我们电话线上为大家连线到的是 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的廖达奇教授 廖老师早安 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是老师我们看到昨天这场辩论会 大家都觉得 好像这个总统大选对他们来说 开始变得很热热情了一点了 好像这个昨天的辩论会 因为几方的交锋还蛮有点点看头的 就是双方 你来我往三方了 其实有两方是打得比较激烈一点点 那因为这种你来我往互相针锋相对 甚至说你花了多少时间骂我什么的 那彼此这样指责 所以整个看起来比原先我们整个选情是比较冷的 因为昨天的这样的交锋 感觉上确实是非常悬战才开始有点热闹 是不是先请老师来总评一下 昨天这一场这个总统辩论会您怎么看呢 我第一个是觉得台湾的民主是可以让我们所有台湾人民觉得骄傲的 因为不管怎么样这三个人的表现 不管他是喜欢谁要投谁或什么 或还没有决定 那三个人其实都是蛮有 都蛮不错的 怎么讲呢 第一个那个口语的表达 还有那个态度 那还有这个那个思路还有反应 我想都是台湾人可以肯定的 因为这样子在台面上代表我们要参选总统啊 带领我们国家的人 那至少都具有一定的水平 那所以三方的攻防都是可圈可点 那第二个呢 我是觉得三个人呢 虽然平常我们知道怎么做台湾蓝绿恶斗啊什么的 那宋楚瑜也一直在指责 两方吵来吵去 也确实吵来吵去 但是吵的基本上是 是有理的来争议 就是说不是完全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 在台面下 或说在脸书上 或在网络上的一些论战 那真的是无理头 而且会流于这种情绪攻击 但昨天无论如何这样子的 你来我往 保持了一定的辩论的水平 那没有那种过度 没有情绪发言 但是都是有理有据的做一个争议 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风度的表现 也是值得肯定的 这是我对综合来讲 我台湾人民应该觉得高兴 外选谁都是 都是不错之选 对 至少大家都是理性的 在陈述自己的证件 那在整场辩论里头 其实也可以看到 三党的候选人 也有一些有共识的地方 就是让婉如我自己也觉得 蛮不错的 就不是好像整个党 就整个国家互相之间是分裂的 其实有一些地方 是有共同的想法 像是支持两岸监督条例 朱立伦跟宋楚瑜 当然很明确的说支持 那蔡英文也说会排入 下一届国会优先法案 所以两岸的部分 也是在昨天辩论里头 重点之重 是 昨天当然是两岸 尤其是九二共识人的部分 会有一些交锋 不过您刚才提到 两岸是进入条例 那朱主席是明确表示 宋主席也是没有完全支持 那其实反正是蔡英文 因为民进党本来是 极力支持推动的 最主要也是 三一八的徐军之后 但是这会计却一直没有排进去 那既然大家都有这个共识 那民进党也应该是 绝对支持 照那个蔡主席的说法上 那希望是将来能够尽快 那至于两岸的问题 其实双方的交往还蛮多的 尤其是九二共识的部分 昨天朱立伦问了 这个针对这个问题 直接问了蔡英文 接受还是不接受呢 对 可是很有意思的时候 就是蔡英文回答的时刻 这镜头也看到了朱立伦 一直在摇头 到底摇头什么呢 朱立伦就说 他根本就听不懂 到底蔡英文在说什么 但是蔡英文 比喻回应的方式 也很有意思啊 这个睡着的人 人家就叫不起 永远叫不起来 对 大家觉得这两个人 虽然在谈论严肃的两岸问题 但是其实还蛮让人觉得 原来一方不是觉得 你永远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然后另外一方说 你怎么说都是华丽的迟糟 说不清 这方面确实是看起来 是很难有交集了 但是两方真的是 好像这方面 那个选是对不上的 因为朱立伦的问题 就问得直接 那其实蔡主席的答复 蔡英文的答复 确实是很迂回了 那这种 我们有时候也要花点力气 当然他也说了 九二共识是一个选项 大概跟他提起原先 在这个上一次打讯 他说台湾共识 那台湾共识什么 他事实上是比较 所谓的程序 就重视大家来讨论讨论再说 那所以并没有 就是尊重大家所有意见 包括你们要说九二共识 你们就说吧 但是我这边就是不说九二共识 那要讨论 好像是这个意思 那当然朱主席 对朱主席来讲 九二共识已经保持了一个 比较模糊的空间 那大家可以在这里面 各自表述 那蔡主席又在 这个各自表述的空间上面 再加一个更大的空间 因为就维持现状 就什么都有 好像是这个意思 不过这也是可以看出来 那其实我也觉得 蛮有一点点 就政治学来讲了 蔡主席如果对九二共识 有这么大的一个 有这么大的一个疑虑的话 而且也说过 它是整个选项 但它不是民进党的选项 它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们觉得政党 既然是 我们在政治学政党 就是部分人的集合 它不是全部人 它也不用把全部都揽进来 那事实上也没有办法讨好 全部人 那也做 从事政治 在最后推动政策的时候 你要跟全部人讲好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所以其实 既然朱主席是 国民党这边代表 是九二共识 那其实蔡英文 大可说 国民党的主张是九二共识 但是我们民进党 不同意或者不一样 那主张是什么 我觉得这样的话 可能会比较清楚 他会尊重国民党的选择 因为毕竟是 另外一群人的想法 那他自己这边想法 这方面事实上 是可以表述得更清楚 是 很可惜 他就用危机 现在这样小巴 所以所有东西 都圈在一起 那这个其实就 难免会让有些人 像朱主席这样的人 一直摇头了 是 老师我们看到 其实两岸关系 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上 是扮演了很关键的影响 那么今年 明年2016年大选 是不是也 这个两岸关系 也占了 是一个关键的地位呢 目前看起来 没有像上次那么关键 因为上次的大选 最后几乎 整个的那个轴线 是在九二共识 和台湾共识的一个对决了 那这一次呢 因为 也可以说我们这个选举的特色 或者说总统大选 因为就是选一组嘛 那也可以了解 蔡主席为什么要说得这么模糊 蔡英文蔡主席 那也就是他在两岸关系上 他说了维持现状 就等于是 也没讲清楚怎么样 那这维持现状 是让中间的多数 好像都觉得可以接受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 目前看起来 这场选战 要在两岸问题上再提起热热的火花和辩论 因为蔡主席没有说我不同意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是整个那个现状的一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交锋 没有交锋的话 两岸问题要变成一个最重大的选战的主题 就非常困难 目前看起来这个议题是没有变成那么那么关键的议题了 这看起来似乎也是民进党这方面的选战策略 没有错 因为比上次进步的 就经过上次失败以后的一个策略的一个转进 对 因为所谓的维持现状 其实对很多人来说 每个人认为此刻的台湾现状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光谱呢 有左边有右边 当然也有大多数的中间 但是听起来 好像每个人都觉得这是维持 我现在心目中所想的现状 但是蔡英文心里头到底 她想的现状是什么呢 是中华民国宪法里头的现状 当然她也是这么说 她也说了 是叫中华民国宪法 对 所以这样子 到底我们多数人是听懂了没有呢 真的也不太清楚 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都了解了 但是昨天辩论里头 蔡英文很强调说 未来很多事情都要公开透明 要寻求全民的共识 不过朱立伦也说了 我们要选的是国家领导人 不是选一个要大家来寻求共识的领导人 不是什么都听民意 而是要站在民意的前端领导着国家 所以老师你怎么看这一点呢 这一点其实我蛮同意朱立伦所说了 当然民主国家一定尊重民意 一定倾听民意 但是你一直在等着民意倾听民意 那事实上很多的决策或是整个局势的关键点 你就迷失掉了 而且我们其实在英文里面领导就leader leader就是你要带领 你不仅是倾听 那你其实也是要带一个方向 那这个方向才是我们为什么要一个领导人 那民意可能尤其是各种意见都有很分杂 民意不会只有一种声音 尤其民主国家 民意是非常非常复杂多元 那在这种复杂多元情况下领导人怎么去沟通 怎么形成一股最多数人的意见 来让大家向前走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我们要领导人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或者说要有这么重要的投票 但是蔡英文的说法其实就比较闪躲 当然它是一直要凸显 好像国民党在执政的时候 很多中大战争 尤其像两岸协议 这个签订过程里面 被一直称为叫黑项 所以它说要全民沟通 事实上全民沟通是可以做这样子的表态 但是实际上做不做得到 事实上是一大问题 那我们甚至在政治学里面 你说什么都叫全民意都了解沟通 要经过全民意的肯定 这种说法 或者这种真的实际的做法 我们叫英文叫做total tyrannyism 为什么呢 是极权主义 因为你不可能让所有人的声音都表达出来 你要听每个人的意见 就是没有意见或说没有行动 这其实是蛮危险的 是老师我们看到昨天这场辩论会上 这蓝绿双方不断的交互攻防 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不过这个亲民党方面的 亲民党方面的这个候选人宋楚瑜 他被他说他自己不怕被边缘化 他怕的是台湾被边缘化 中华美国被边缘化 然后他又提到说 进来提醒乡亲说 乡亲注意他们两个这样吵来吵去的 他们又来了 然后老师 他这个宋楚瑜昨天的表现 会为他自己加很多的分吗 我想昨天的宋楚瑜表现 确实可圈可点 他也是个老师傅 所以很多辩论的火候表现上 也蛮稳定的 像你刚才讲的 那会把汉点出他们 蓝绿两边吵来吵去 整个来讲 如果不是他是一个 七十几岁的 这样子一个高龄的候选人的话 他应该真的是 辩论场上是一个老江 表演得很好 那可是整个这个选战下来 他可能就尤其是昨天 比起他在政典发表会上 他是比较没有的边缘化了 而且某种程度还是一个 比较自身的调和者 你们两个吵吵吵 中方的都没有什么的 所以那种态度都出来了 只是这样子的表现 大概也还是没有办法换成选票 那只是让大家觉得可惜了 他也是有经验的人 但是真是 大家也可以看到他最后 讲到最后他声音也哑了 对 好像很感动 很感动 也都是情不自禁又是流泪了 那也感觉到他的焦虑 他的为国为民 但是他真的是年纪大了一些 他还是又不忍心 又知道又可惜 但是他的时间似乎已过 如果他今天是个调和者 那当然在这个辩论场上 因为有三个人 那他来做一个调和者 指责一下 也不错了 效果上面 也达到 冲淡一下 这两个人之间 就是朱立伦跟蔡英文之间 你来我玩 蛮唇枪舌尖 有点火药味的这个味道 那只是要换成选票是非常困难 但是对他的表现来讲 我想大家都经过昨天 跟上次证监会来讲 大家都会对他有特别的肯定 所以即将还会再举行一场总统大选的辩论 是在明年的1月2号 虽然说明年的 其实还不到一个礼拜之后 他们三个人又要同台辩论了 所以老师 我们在最后来做一个总结 就是我们可以期待 1月2号的在一场辩论里头 有哪些议题还可以持续观察 或者是再追问下去的吗 我想这一次的辩论里面 比较没有牵涉到长照 风水稍微接触到一点点 但是整个在这个小英 或是在朱立伦的表述上 就是长照 老年长照 长期照顾的这一块 长期照顾问题 还有教育的问题 那当然其实这两个议题 我觉得是比较是国内 那昨天的辩论里面 讲的不深入的就是国防 那因为国防的议题 还有外交的议题 虽然提出来 但是小英的回答都蛮闪躲的 那而且是由宋处理先提出来 如果美国卖这些既得键什么的 这些策略该怎么办 那我想小英 因为总统是国家领导人 他最重要的职责 是两岸国防外交 这个系统是整个整体对外的 但小英两岸他已经有维持现状 躲避掉了 很难再说什么东西了 那可是国防外交 尤其在外交将来 如果遇到中共挖墙脚的话 这该怎么办 我想这方面 其实三方都可以准备 而且提问人 公民提问也可以多问点 在这种如果中国真的给予 我们外交很大的打击 在国际市场上 不管是RCEP TPP 都给有很多拦阻的话 那我们经济怎么走出去 在整个对外的市场布局上面 有没有更妙的解放 那美国是不是真的就是会全力支持 我们跟中国做一个比较大的对抗 我想这些都可以继续深入的挖掘 这是总统的职权 那国内就想尝照 这已经在讨论很久了 也值得大家来听听 这三位候选人的想法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访问到是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教授 廖达起廖老师 跟我们及时分析 在昨天所进行的第一场 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 也谢谢老师 今天一早跟我们的联系 谢谢老师 谢谢 哪里 谢谢 谢谢 再见